这首深受喜爱的歌曲 歌词写于将近两个半世纪前的1772年 在一个横跨大西洋伦敦以北大约60英里的英国小镇奥尔尼 歌词的内容是出自英国人约翰·纽顿的心灵思想和经历 了解约翰·纽顿的生活故事 以及他创作这首在美式之前所经历的旅程 将会有助于理解他话语的深度 以及他对上帝的感激之情 约翰·纽顿经历了一个相当不幸和麻烦的童年 他的母亲在他六岁的时候去世 花了数年的时间与权威作斗争 甚至在二十多岁时试图离开皇家海军 当时他被船员遗弃在西非 在返回英国的航程中 一场猛烈的暴风袭击他们 差一点将船沉没 最后获救 回到英国之后 牛顿开始贩卖努力 他在这一个职业当中工作了数年 多次的将努力从非洲带到英国 他承认有时候会争恶的对待他们 在一次的航行当中他生了重病 之后牛顿放弃了努力贩卖 努力贸易和航海的生活 全心全意的为上帝服务 于1764年被任命为圣公会的牧师 在后来的几年里 牛顿致力于废除非洲奴隶贸易的运动 他活着见证了在1807年 英国通过努力贸易法 歌词的情境 有一种在可怕的事情当中 幸存下来的感觉 并给了你片刻的希望 有时候这就是你需要的 奇异恩典 拯救了像我这样的可怜虫 我曾经迷路 如今被寻回 曾经是瞎子 但现在我明白了 是恩典教会了我的兴趣敬畏 宽恕了我的恐惧 那恩典显得何等宝贵 我第一次相信的时刻 经过许多的危险 劳苦 我已经来了 到目前为止 这是恩典 使我感到安全 恩典会带我回家 耶尔华应许给我好处 他的话是我的希望 只要生命还在 他将是我的盾牌 是的 当肉体和心灵衰竭时 凡人的生命 将终止 我将会拥有在面纱里面的快乐 和平的生活 大地很快就会像雪一样融化 太阳忍着不发光 但是上帝 他在召唤我 他在召唤我 将永远属于我 1835年 一位美国金星会教徒 威廉沃克 出版了当时叫做 心不列颠的歌曲 并收录在南方和声的赞美诗集当中 最初是作为赞美诗曲调 在哥伦布和声中 1829年发表的 在1835年第一次将它设为奇音点的曲调 心不列颠 也就是我们现在听到奇音点的乐曲 最初是一首民谣曲调 可能是用装饰音符和旋律装饰慢慢的唱出来 是典型的美国南部 阿巴拉契雅曲调 采用无声音阶 可以使用两部 甚至四部的卡农舞伴奏来演唱 在一两个小节之后 进入奇唱 可以齐声的演唱 第一节和第五节的歌词 并用和声的方式演唱第二节和第三节的歌词 然后用卡农的方式来演唱第四节 全曲采用轻型的伴奏方式 但是如果没有伴奏的情况之下 也可以只演唱第三节歌词 如果理解牛顿的经历 那就不用过度的感伤演奏或演唱这首歌 反而可以更增加的活力来演唱 比起罪人单纯的感激 有更深的意义 如果不是牛顿他动药的过去 肯定无法写出奇遗恩典的歌词 因为奇遗恩典动听的旋律 还有作词个人救赎的故事 让这首词流传了250年以上 当种族成为话题的时候 突然之间无处不在的赞美师背后的故事 并不是那么简单 曾经贩卖奴隶的牛顿 最后成了英国废除奴隶运动的重要代言人 一如既往的救赎并不是那么简单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